四龄小生态鱼缸放入几条冰蓝孔雀鱼 这个整个缸的环境了 是吧 然后呢 今天我们来放一些螺 跟放一些虾 我这里呢 准备了十个这个苹果螺 还有四个这个马来螺 我们直接把它放进缸内就行了 均匀的撒下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放鱼 之前呢 说这个缸养什么鱼 我已经想好了 但是很快就被一些粉丝小伴 已经意识到了 没错 就是原来这个找缸的这几条孔雀鱼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老是说你们的养鱼养不活 是因为鱼缸的环境 水质的环境 你看一下我这缸水 这一个月了 你看这几条鱼在这里 底下的鱼便已经张成什么样了 这个缸连灯都没开 任何设备都没有 过滤啊打养都没有 你看一下这些鱼还在里面生活的好好的啊 不得不说啊 其实啊养鱼啊没那么难啊 很多小伙伴就是不愿意尝试 好吧 我们不要不得说我们把鱼捞过去那个缸里吧 行了都捞进去了啊 这个缸等一下我们清理一下啊 然后后面啊继续把它开个生态缸啊 然后包括这里还有一个空的缸 我们后期这些东西都要马上就开始进行的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缸吧 我突然发现啊这几条冰狼啊 现在的发射给你们看一下 跟之前啊确实不一样了 你看蓝的发亮啊 真的是太好看了吧 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还比较嫌弃啊 好了 咱们这个生态缸啊 四龄的小生态缸啊 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型了啊 到后期我们看一下在酌情加个这个属鱼啊 好吧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不加属鱼也行 对吧 我们这个缸啊就先这样了啊 现在放下鱼了 估计水中啊 也有这个小量的二氧化碳 是吧 到时候可能会促进啊 这些水草的生长 我们这个缸啊 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 大概一到两个月啊 然后就会慢慢的这个成井啊 好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 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后期啊 还期许会开这个生态缸 好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